Hello 大家好,我是渣渣星人 Yulia 今天來和大家開箱夏目貴志和貓咪老師 他們是漫畫夏目有人像入面的角色 作者是六川幸 相信喜歡治癒系作品的觀眾不會不懂 故事講術主角夏目的婆婆 夏目靈子將被自己打敗的妖怪的名字記錄在有人像入面 因為這些妖怪是要服從有人像的主人 所以當夏目收到有人像的時候 就被想拿回自己的名字的妖怪襲擊了 夏目知道前因後果之後 就決定將有人像入面的名字全部歸還 而媽咪老師原名就叫班 是一隻非常強大的妖怪來的 本來被人封印在一隻招財貓入面 不過被夏目無意中解救了 他和夏目約定 如果夏目在還好名字之前就死了的話 有人像就屬於他 於是就以貓的形態 作為寵物兼保鏢和夏目一起生活了 看看各個額先 這隻串都是現在普通黏土人箱的size 正版盒面會有一個雷蛇貼紙 如果是買香港行貨的話 盒頭會有代理箱的警告貼紙 側面印上這隻黏土人可以做到的不同造型 然後就是每隻黏土人都會有的英日對照說明書 黏土人方面 配色是根據動畫的 即是夏目的頭髮會是淺啡色 眼睛會是茶色 而漫畫就是銀灰色頭髮和綠色眼睛的 預設的衣服是夏目的高中校服 一般白襲衣加黑色長褲 無效花之類的特別設計 很輕易就可以看換去其他黏土人身上做學員趴落了 頭髮的零件照夠分了前髮和後髮的 因為夏目的髮型和髮色都不算很誇張 所以應該都會有其他無出黏土人的角色可以用到的 喜歡魔鬼的觀眾可以留意一下 表情零件就有夏目平時很溫和 沒什麼情緒起伏的普通樣子 微笑樣子和夏目歸還要怪什麼時候 搞著張子的樣子 這個本身都是夏目有人像的名牆面 也因為夏目本身沒有一些相對特別的人質 例如毒眼、黑皮 所以它的微笑樣子甚至普通樣子 都會比較容易套用到其他黏土人 原本裝在對手的手腕零件照夠是拳頭 可以更換的零件就有自然鬆開帽子的手 用來拿著書本類物件的左手 以及用來做合掌動作的手 這雙手原本是裝在屈曲的手臂上的 加上打開了的有人像就可以做到名牆面了 另外還有合起來的有人像和夏目的書包 想做奔跑動作的話可以換上這隻腳 無分左右的 最後當然不少得貓咪老師了 他的動作是好像招財貓一樣坐在這裡 因為未觀的關係就沒有加到任何準接位 所以下目抱著貓咪老師的動作 就要給一些內政支砌到啦 最接近下目膚色的是行人游奶機 如果要玩黏土蛙的觀眾記得留意一下 今天開箱的部分就來到這裡 希望官方會繼續推出其他角色 讓我有得和大家開箱啦 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渣渣星人Yuya 下星期再見 拜拜